世中友好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朝恒 听说这个人吗 阿贝重马吕 日本的这个阿贝重马吕 十九岁来华 然后考中了晋士 在中国考中了晋士 反正因为那会儿 因为那会儿日本人他也都写汉字嘛 就学说中国话就完了 也都读四书五经 考中了晋士 考中晋士之后最后做官到密书间监政 这个密书间监政 在这个唐朝正四品 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馆长 那这个职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想国家档案馆馆长 那家皇家什么私密事你都知道 那在中国娶妻生子 他儿子三十多岁的时候 才知道爹是日本人 那你想他隐蔽的多深 就是汉化多深 后来他他老了 六十多岁他老了 他就想回国 我想回国 就是这把老骨头埋回故乡 想回国 唐玄宗就不放 朝清归国 朕如何舍得 不放 不放 后来那年正好是八月中秋 八月中秋的话 清庆宫开宴会 宴会上群臣赴师 轮到朝恒的时候 朝恒赴师 逆旅居长安神池奈良边 三立山顶上享右脚月圆 人在长安 心在奈良 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 三立山顶上享右脚月圆 家乡的三立山顶上的月亮也圆了 那月圆就应该怎么样 人团圆 所以唐玄宗很受感动 既然朝清如此私家 你就回国 跟潜唐使的船一到回国 潜唐使要回国 跟他潜唐使的船一到回国 他跟李白 王维 都是好朋友 王维 送他给他写实 就刚才咱说 扶桑已在渺茫中 扶桑是中国历史传说的古国 神国已在渺茫中 家在扶桑东更东 此去与君随共到 一传明月一帆风 你一路顺风 结果一出海遇到风了 可不止一传 可不止一传 那会儿那船你想想 也没有指南针 造船技术也落后 风帆 一出海就跟着感觉走吧 风一停 登陆一问 这是什么地方 越南 刮这儿来了 越南 但是消息传到长安 说是朝衡死了 李白差点没把眼睛哭瞎了 我小学的时候就学过李白的那首诗 日本朝清辞地都 争翻一片绕澎湖 明月不归陈碧海 白云愁色满仓舞 幸亏没瞎 消息传来说朝衡没死 刮到越南去了 安南都户一看 您不是秘书间朝大人吗 又给送回长安去了